這個山豬肉是冠冠客來到花蓮必買的伴手禮 老公在吃的時候 是哪一定會想說 阿公有那麼多刷地可以做的一包一包的 如果他去外面有人跟你們說 他們的刷地都是去刷地打獵打到的 客人客人就是出來跟你拚而已 不然坐刷地可以讓人知道 老公都是跟他們說 我們的刷地是我們原住民 典放在山上的純種刷地 我們的豬沒吃粉也沒吃吃了 你只吃豬快樂 所以整個我們的純豬 你還是吃素食的 我們兩個人 吃素食可以吃純豬肉嗎 等一下 我問一次 吃素食的人可不可以吃山豬肉 我問一次 你這台車怎麼會怪怪怪的 真的好像鷹車啦 現在一包一包 五包五包 十包十包 我十包又上兩包 就是十二包 十二包又太多 又上兩包 就是十四包 我們還人家出來吃東西 就是不好 所以就上兩包 所以就上兩包 也謝謝大家 剛剛跟我捧場 買那個豬也這麼多 所以就上兩包 那就是 十四包 好 現在 現在 五三種通通通都一樣價錢 就是十包五百 二十包一千塊 中間都快中了 十包五百 二十包一千塊 不可以這三隻了 謝謝 這個棒賽賺不出來的人 你就拿七顆葡萄乾 泡的水果醋 我童母有講 如果你很嚴重的人 就去看醫生 吃這個沒有效 我童母講說 你吃早哉 早上吃素的 就先把它放在家裡 然後頭頭的感到 感覺吃鍋子比較推薦 哈哈哈哈哈哈 我童母在家裡 都別說話 那會做人發生 哈哈哈哈 這個棒賽賺不出來的人 你就拿七顆葡萄乾 泡在水果醋 你水果醋 要用葡萄乾 晚上你要睡覺的時候泡 早上起床 加溫水稀釋 睡半個月之後 就會有改善 我童母有講 如果你很嚴重的人 要去看醫生 吃這個沒有效 我們的山豬 是我們野放在山上的 純種山豬 我們的豬 沒有吃廚魚 也沒有吃飼料 他只有吃地瓜葉 所以算起來我們的山豬 但是吃素的 我問大家 吃素食的人 可不可以吃山豬 不行 你們吃台車的人 不見正常 我問大家 吃素食的人 可以吃山豬肉嗎 可以 你們這台車的人 很乖乖 不可以 我童母講說 你吃早在 早上吃素食 就先把它放在家裡 然後淘櫻的 跟吃素食 然後淘櫻的 淘櫻的 淘櫻的 都不要說話 要合作 不會發現 我已經吃整天 都看得到 會吃喔 好 現在要開始殺價了 現在一包一百 十包一千 買一千送兩包 很貴再送兩包 紅木說不好聽再送兩包 好 也謝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 再送兩包 今天要見到一個 再送兩包對不對 十包 啊那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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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嘛 十包 好有人說二十包一千 那就二十包一千 啊說二十包一千塊的人 等一下就要賣喔 看 錢 錢還是錢吧 都賣 賣 賣 後面沒辦法賣 對啊 所以你們當年也在後面 他不會有 十九歲 十九歲 十九歲啊 十九歲很幼稚 妳本身真的是原住民小朋友 不是 不是啊 是因為我那時候的 我那時候的老闆是原住民 所以我就叫他頭目 然後我以前在遊覽車上面 遇到真的原住民 我跟他講說 我不是原住民 真的不是 然後他就說 妳幹嘛 原住民很丟臉嗎 妳為什麼不承認 然後我就說 對…我是 非常過程 大家喔 吃素食的人 可不可以吃山豬肉 不行 不行喔 你們吃台車的人比較正常 吃素的人不可以吃山豬喔 可愛 我頭目有講喔 如果妳是吃早在的 早上吃素的人 妳就先放在妳的嘴裡 先感到10點在這裡吞 喂 喂 喂 長什麼妳在吞咧 卡咧 這樣10點就過去了 一起來看看我們 時光機裡面的佩萱 長大了 可愛 怎麼 現在比較有笑容了耶 大家好 我是山豬妹 佩萱 山豬妹 生意一樣… 就是這種生意 以前那個才十來歲而已 19歲 19歲 對 妳本身真的是原住民小朋友 不是 不是啊 是因為我那時候的 我那時候的老闆是原住民 所以我就叫他頭目 然後我以前在遊覽車上面 遇到真的原住民喔 我跟他講說 我不是原住民 真的不是 然後他就說你幹嘛 原住民很丟臉嗎 你為什麼不承認 幹嘛 然後我就說對…我是… 被喘過 完全沒有原則喔 對…我是 因為他很兇 妳好乖喔 他媽媽十幾歲的時候就在外面打工 國二 國二 對 我請你賣什麼名字 賣山豬肉 山豬肉 就賣山豬肉 對 山豬肉 他意思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還有翁萊 翁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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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鳳梨酵素 翁萊 翁萊 現在換 為什麼要換 因為那時候疫情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遊覽車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工作 然後就想說那一份工作也做9年了 是時候可以換換跑道 對 然後剛好也有機會 然後就試試看這樣 換跑道 現在是怎麼樣在做直播 對 現在就在做直播 直播賣什麼東西 什麼都賣 對… 因為他這經常在遊覽車上面 台灣都有的文化 是… 對不對 妳就是客人尿尿完畢之後 他們沒有要進去逛店 也不一定要尿尿 就停車 對 就爬山爬碗或什麼 就上來 那個計程車 不是 那個司機 遊覽車司機不會阻止妳 不讓妳上 沒有 他們有抽 沒有說要講這一分 很聰明 他還是很聰明囉 可以啦 他們有抽 有啦 他賣了多少 比如說這一場就總共賣了3000 然後遊覽車抽300 類似是怎樣 對 類似是怎樣 一聲嘛… 我等一下跟你說 等一下 沒關係 那不是什麼行當大秘密 不是秘密喔 不是秘密 不是 大家都知道 對啊 我看這些頭目都叫我不行 不行 頭目 那邊也說不行 兩聲 兩聲 可以說嗎 3000的話就抽600 對啊… 我抽那麼多 沒錯 藍車 對 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就遊覽車司機 他就知道這裡有抽的 他車就會往這裡來停 上車睡覺 下車 要進店買藥 到了餐廳呱呱爛醬 回到房間開心保證 回到家裡 莫名其妙 就是這樣 好適合喔 對啊 旅遊就六大街空 對… 也不知道在玩什麼 99塊99塊 謝謝佩萱 謝謝 太可憐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最少爺 我是蔡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相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求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終於很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